你是不是经常觉得家里的储物空间越来越小 舍不得丢弃的旅游手信 别具纪念价值的收藏品 又或者当你想要重新装修房子的时候 家具却无处安放 到底这些物品应该存放到哪里呢 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供应 自助仓储服务的出现 正好为需要更多空间存储物品的民众和业者缓解压力 这一集生活情报站来到Lok Plus Store自助仓储中心 实地了解两位用户的需求 到底自助仓储空间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 我们K&S收卖的刀剑都是合法的 我们是有得到了Singapore Police Force的一个证书 证明我们可以进口并且贩卖这些刀剑 对于刀剑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 觉得说新加坡不允许购买刀剑 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实际上新加坡是允许个人收藏刀剑 只要你是18岁以上从合法的途径购买 你可以合法拥有 不代表你可以带出门 因为带刀具出门是一个马上触放法律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里作为我们的仓储的一个地点呢 首先呢就是考虑到它的成本 如果说我租了一个外面的一个商场的店面 可能它的租金呢是上万块 但是如果说我租这边的话价格呢就是 相对来讲的话那是便宜太多了 因为我们白天是要上班 往上呢才会有时间来进行一个整理 所以呢这里24小时的一个开放式的运营方式呢 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的需求 而且这边的保安是非常的严格 镜头转向爱琳 她目前是一家慈善机构的个案经理 下班后会经常到自住仓储中心整理物品 打开仓储大门 货架上的物品摆放得井然有序 到底什么原因让她决定使用自住仓储服务呢 在这间仓库里其实放了都是人家捐赠的一些物品 就包括文具 玩具 口罩等等 这些捐赠的物品都是要捐给那些Low Income Family的 所以之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放在我所住的地方 可是因为我是跟我的家长一起住 所以长期把这些东西放在我家 可能会造成他们的一些不便 所以我就决定自掏腰包租这个仓库 然后放这些东西 我是Low Plus Store的首席执行官 我们公司为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家庭和企业提供自住储藏服务 我也是亚洲自住储藏协会的主席 身为亚洲储藏协会的成员 我们必须符合高标准的消防安全 我们大部分的顾客群都是家庭 他们多数存放个人物品 如他们的家具 运动器材 冬装 还有他们的收藏品 从商业需求方面 中小型企业还有电子商务的加速增长 促使更多的业者来跟我们租储藏空间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的富裕呢 我们就会有更多更多的嗜好 比如红酒啊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找空间来储存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很多BTO delay 所以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家庭就会申请政府组屋 不过政府组屋还没有来 买了一些家具可以储藏在哪里呢 所以很多人就会找自住储藏空间 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公司最近也更新了我们的网站 我们提供3D Storage Calculator 让客户能够更准确更快速地 估计他们的储藏需求 我们公司也采用可持续性发展的做法 比如我们将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也将在不久的将来 引入可食用花园的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